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志愿者 欢迎您 曾林雄 假设是像团队人一样 必须有立法座会 严慎民态 只不可以社会上不断打开 我们可以透过医学官罗 这次将写公开透明的疫情消息 第一 经常在这关职的网站查顺 第二 加入这关职关锋的关锋 第三 关心这关职民主专业 第四 收看疫情记者会的迹报 假设你收到来完不明的疫情消息 请依照管顶市的关锋查顺康林 签完五湯欧白转款 全部有关流行疫情的邀言 也是不时的消息 最关的当款三百万块 疫情期间 感谢有利继续配合放映 也请跟我们做会打拼 古转 接消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林立如 新闻一开始来看到已经有42年历史的 吉隆市立田径厂 因为相关设施已经老旧了 吉隆市政府争取前瞻计划的经费办理重建 历经的四次流标在2月3号终于是顺利开工了 而设计的建筑师是利用现有地形的高地落差 来打造开放式的环境 而可以同时拥有多个室内空间的运动场域 再加上一旁的立体停车场 整个工程预计会在明年底完工 这是未来新的吉隆市立田径厂完工后的画面 除了采开放式的运动场域 更透过现有地形高地落差特性 规划出多个室内运动空间 因应吉隆市多雨的天气特性 在旁边也利用这个整个地形 也规划了这个网球场 那另外在这个下面是风雨的篮球场 以及风雨的一个运动空间 所以未来即便是下雨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一个民众 还是可以利用室内的这个空间来进行这个运动 所以刚刚建筑师特别介绍 我们这一次整个方案计划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只是单纯的一个硬体的一个结构 或者只是一个停车场 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地形的一个建筑 跟运动跟停车的设施 把它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 这座有42年历史的吉隆市田径厂 是吉隆唯一一座大型竞赛运动场 曾经举办过全国运动会等大型赛事 更是许多市民打球运动的好去处 每年使用人数超过30万人次 不过设施过于老旧 吉隆市政府分别向教育部及交通部 争取补助经费进行重建 历经四次流标终于顺利开工 第一层 开工顺利 初期开工典礼的体育署阻密表示 根据调查 吉隆运动人口及运动风气 不输其他县市 当然值得拥有更完善的运动场地 这个运动的人口比例 我们吉隆市达到83.7% 它的意义就是 10个人里面有8个人在运动 更精准的 我们规律运动人口 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有三次 每一次30分钟 它要有心跳 130 130心跳 我们达到33.1 33.1 也是在水準以上 吉隆市议会十多位议员 也参与这场盛事 期许工程能如期如值顺利完工 吉隆市宇都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想运动的人 很多时候有个好的场域 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议会跟市府 我们都一直拼命地想说 怎么样 让我们吉隆市的市民 能够多幸福一点 怎么样 让我们吉隆市的市民 能够不是出的是运动家 而是更多的运动家庭 所以可以让我们不只是在治愈 德育 甚至体育上面 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在这边 配想请代表议会 肯定我们林幼昌市长的用心 而对于外界关心 施工过程可能对临近学校 与长道田径场运动的民众造成冲击 牛昌也回应表示 已经做好相关配套措施 未来这个地方在施工的两年的期间内 我相信我们周边的影响应该是可以降到最低 包括市民运动的替代的空间也都已经规划好 我相信也不会让大家运动的这样的需求去耽搁到 还是可以如常的来进行运动 这项总经费超过4亿5000万的大型工程 预计明年底完工 除了将把现有的环状看台打掉 整建为开放式的多元运动场域外 一旁还会有一座立体停车场 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 及178辆机车停放 让前来运动的民众与附近居民 可以有更完善的停车场所 记者张旗团静有报道 作为和平岛当地最大的企业 台船吉隆厂回馈社区 从民国90年开始 每年的春节前夕 都会邀请多位书法名家 辉豪写春联 送给社区的居民 那么今年迈入第20年了 虽然是碰到新冠病毒的疫情 台船方面仍决定是照常办理 不过现场也做好了各项的防疫措施 让居民能够安心的索取春联 回家张贴 欢喜迎新年 书法家根据社区民众的需求 写出一幅符充满吉祥与祝福的春联 这是由台船基隆厂举办的 辉豪送春联活动 邀请书法名家到和平岛现场 辉豪写春联 赠送给和平岛社区居民 感谢当地居民数十年来对台船的支持 我们在地的生产造成他们的一些 或许有些许的不方便 但也非常感恩在地里面 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容忍 让基隆厂在基隆地区 其实也发挥了一个提供就业 还有以及在地里面互相融合的一种生活 这已经是台船基隆厂连续第20年举办这项活动 每年都出席参与的书法大师蒋梦龙 非常肯定台船的做法 台船敦期末年 写春联20年 很有纪念 所以今天大家都来参加写春联的活动 台船基隆厂退休的前中华书道学会 与基隆书道会理事长于中梦 也特别以20年为主题 作诗祝贺 我写个春联贺席 云双十 虎聚天才那整年 我横匹写了一个 台船敦亲 庆和平 除了送春联 社导礼方面也同步进行寒冬送的活动 在春节前夕赠送礼内落实家户白米 在我在职那个里长的时候 已经办了六年的那个寒冬送礼正米活动 也配合那个台船公司 新春飞豪 办着这个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为了方便社区居民索取并做好防疫工作 这项会好送春联活动分四个地点举行 达到人潮分流 现场更严格要求居民戴口罩 同时透过分批索取方式保持人与人间的距离 让居民能安心索取春联回家张贴 欢喜迎接牛年的到来 打开瓶颈造福游客来看到海科馆的北宁路 在长潭里渔港段 有一段没有拓宽 常常造成人车争道 因此立委蔡适应服务处 特别是进行了会刊 要进行改善 我们发现到我们北宁路在长潭渔港这边 大概有将近200公尺的道路没有做拓宽 那在假日时间这边的人潮非常拥挤 要到这个曹靖公园那边去 那于是乎我们就跟公路总局要求 请他针对这个路段来做拓宽 然后把人行道跟这个并用自行车道 这个空间把它做出来 那以便串联我们前面那段 之前已经做好的自行车道 那公路总局也在我们立法院蔡适应的要求之下 非常的热意来做这件事情 那今天来现场做会刊 是确认未来把它拓宽的宽度为何 那原本应该拓宽为二十尺的部分 二十米的部分 在这个长潭渔港这边 因为有道路的需求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求他再做点调整 那符合当地渔民的这个通行需求 那这个工程在今天决定之后 后面会进行基本设计跟系部设计 那我们预定要求他在今年的九月中之前来完工 那以便配合我们未来市政府 承办的这个城市博染会 一半来做这个所有的这个动作 那也希望这次的工程能够顺利圆满进行 我想在扁宁号37号这个区域 在未来的自行车的这个路廊 能够建置完成了之后 可以吸引非常多全国 热爱骑自行车的民众 那借由这样的路廊来体验 整个基隆在北海岸风景区的这个观光的一个资源 那另外这个区域那周边串联了潮信公园 以及我们的海科馆 那后线到我们的一个深澳地区 那这样的一个刚好是一个瓶颈的一个路段 那最后一里路我们把它建置完成了之后 更能有效的提高整个地方观光的一个量 记者黄日轩基隆报道 抓准年节糕点市场的商机 现代人真的爱尝鲜 那么一口书已经是不稀奇了 基隆有家烘焙业者把无鱼纸炙烧后 包入内馅当作甜点 再配合油书多的层次感 让许多品尝过的顾客觉得好惊艳 热乎乎的一口书刚出炉 上头贴上金箔 但黑黑的表皮 其实是野生的乌鱼纸 标榜低糖少盐的乌金书 才是这道甜点正确的名称 选用四两野生的乌鱼纸 不但油脂厚度很饱满 但做法却很繁复 要先剥皮 经过泡酒 最后经过炙烧手续 把乌鱼纸的香气全都逼出 过年的时候大家家家户都好乌鱼纸 那我觉得乌鱼纸怎么把它融合在我们糕点里面呢 我就是其实跟我们团队研究了好几个月 那我觉得乌鱼纸其实是一个送离很好的味道 然后海味跟甜 那个油皮油酥加起来是非常融合的 炙烧后的乌鱼纸经过磨碎 还要与熟成的面团二次结合 最后融合天然发酵的绿豆馅 让每一颗乌鱼纸 每咬下一口都呈现柔软绵密的口感 酥很香完全没有鱼腥味 然后我觉得如果配咖啡或茶 应该都很适合 吃得到它的层次吗 有 一开始入口就是非常香 然后味道的层次慢慢就是会不断的涌现出来 而过年了民众发发发 吃腻了传统发糕 不妨来一点酒酿桂园蜜枣发糕 那些满满12种中药材和食材 纯手工制作虽然耗时 但烘烤时间 全靠师傅的真功夫 其实每次拜拜发糕 拜完之后都硬掉不能吃人 我在心里面想说 小时候很贪吃嘛 为什么觉得拜完之后硬掉 所以我就用糕点去融合 把发糕这个东西放在里面 然后又可以拜拜三天 然后晚了之后还可以吃 因为这个其实是可以放在常温三天的 将年节的乌鱼籽融入糕点 传统年味泵出新口味 应景的小点心增添不少年味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是持续的延烧 很多国家都已经要求民众 出入境要自备核酸检测的报告 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清风表示 为了便利民众 基隆医院预定会在农历过年前 推出自费的核酸检测服务 不过院长也指出了 能不能在农历年前来实施 最后还是要看 基隆市卫生局等相关单位 是否能核准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许多国家已经要求民众出入境要自备核酸检测报告 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清风表示 为了便利民众 基隆医院预定农历过年前 推出自备核酸检测的服务 我们是希望说在二月初的时候 就可以赶快在过年前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好 那是希望说民众也在这块里面 如果你有疑虑 甚至说有一些这方面的家人 也许有的像我的女儿出国 而且会去美国 要不然在美国读书 就是为了父母亲担心 这个疫情 美国疫情 美国疫情都很严重 今天已经破一亿了 大家知道 他是觉得晚上要上课 凌晨 他已经七个月都在凌晨上课 他们有些就要回美国去 所以不得不回去 他也要付这个核酸的报告 所以他也是去好多的医院去 搜寻一下 基隆医院没有就很可惜 这是一个 我也跟他提一下 我们希望二月初就能够顺利 非常谢谢大家 费用呢 费用 我们跟其他的医院都差不多了 大概比基隆厂商再少一点 大概多少 我们差不多 24小时会五千块吧 七千 七千 极建七千 我知道厂商比我们多一点 然后再来是48小时的话是五千 是五千 对 对 一天几件 那未来会怎样不晓得 我也觉得 应该是要再有一些调整 就像我掏钱 给我女儿去做的那个医院 七千块 是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弹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新北市三峡北大特区一处社区有100多户 因为玻璃帷幕碎裂掉落 这几年来下了好多次的玻璃雨情况 社区管委会最后是告赢建商获得三千多万元的赔偿 新北市员洪家军特别感谢基隆市玻璃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 同时也是新北市金属门窗商业同会的副理事长刘俊宁的帮忙 先行是搭设上上板外员的安全走廊 维护民众的安全 并且是依法得标后 为住户来进行后续的玻璃帷幕改为履炸的工程 新北市三峡北大特区一处社区多年前 100多户因为玻璃帷幕碎裂掉落 这几年来下了好几次的玻璃雨的情况 社区管委会最后告赢建商获赔三千多万元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特别感谢基隆市玻璃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同时身兼新北市金属门窗商业同业工会副理事长刘俊宁的帮忙 接受建议先行搭设上百万元的安全走廊维护民众安全 并且依法得标进行后续为住户把玻璃帷幕改为履炸的工程 因为当初在洗澡 因为刚刚也知道还在诉讼期间 所以很多的经费还没到位置情 除了胜却自己必须要拿出经费而来 这个刘老板这里也非常非常薄心 愿意先行做店铺 也不论说后续诉讼的结果怎么样 因为如果出众人的话 或许建商群这样的管道就可以给刘老板 但如果诉讼输了 刘老板都还愿意帮我们系统在宝贝 因为我其实回去有想过 如果我不听洪家军议员的方式来处理的话 在工程期间万一有所损伤的话 对我来说也是等不长时间 对感谢洪家军议员的提议 来完成这样的互相又美好的工程 机动式玻璃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也是力勤玻璃和东亚金属董事长的刘俊宁表示 将会为社区住户们提供最高品质的阳台履炸工程 同时给予住户四年的保固 而这起三千万元的更换拆除社区玻璃帷幕 改为履炸的工程 也是近年来基隆市业界 再更换玻璃帷幕最高金额的一笔工程案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悟昌 那在这个睡末的时候呢 特别借今天的机会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呢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心想事成 一切顺利 那2020年呢 说实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一个不平静的年 那不过2020年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迎接2021 接下来要农历过年 那除旧不新 把这个过去的这些晦气 还有疫情呢 把它留在去年 那迎接新的一年 我相信台湾会更好 台湾加油 大家加油 新年快乐 敬爱的基隆各位乡亲们 大家恭喜新年快乐 过去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过得非常小心保守的生活 新丑年即将到来 忘年在这里代表基隆市议会 向大家拜年 祝福大家 合家平安 各位乡亲好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 能扭转乾坤 心想事成 更祝福全境 风调雨顺 基隆市市运昌龙 大家好 我是林沛祥 告别了悲情的2020 在2021这崭新的一年 我期待基隆市能够变得更好 市政能够更顺利 然后所有计划都能够 如期完工 带给市民一个新的气象 最后面 沛祥在这边 祝大家 新年快乐 祝大家能够扭转乾坤 百毒不心 事事如意 国内第一组 以流行摇滚爵士 跨曲风创作的 弦乐四重奏 以旅欧爵士 小提琴家 黄伟俊所领军 用弦乐拉出爵士的即兴之美 为台湾古典和跨界的音乐 带入一股行声 一首自编自创的脚踏车之旅 以弦乐四重奏的方式 表现强烈的爵士节奏感 从古典中跳脱行乐曲 玩弦四度擅长用提琴家族 表现流行摇滚爵士 跨曲风 那个时候我的创作理念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常常跟我的家人 回我的外婆家 在岗山 然后那个时候 每次回去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 可以跟我姐姐骑 我外婆 她买了很多脚踏车给小朋友的 我就会骑着脚踏车 然后那个路程就是跟我姐 就是这样玩闹啊 然后就是骑驾车奔就是气很快 然后我们就会 就很享受那个过程 那那个过程基本上是我到现在 还很清晰记住的那个风景 将弦乐结合各种曲风 在台湾可说是走出一条新路 新旧碰撞的火花令人新奇 仔细观赏他们的演出 竟然用提琴来打节奏 好像古一般连接四人的律动与默契 它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灵感 是来自于台湾最早的百货公司 不是零百货 是菊原百货 在台北 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它这个建筑物其实还在 只是现在没有做百货公司的用途 这样子 对那它很酷就是 它当初是民间最高建筑物 而且它里面还有电梯跟电梯小姐 这样子 那所以听说当初就很多民众 会特地要来看这个建筑物这样子 对那里面就是有一个 年轻小伙子就看到 电梯小姐就很心动 这样子那种蹦蹦跳的感觉 所以那个节奏就变成 这首歌里面的节奏的元素这样子 选乐器 我们其实没有鼓在帮我们打 刚才俊你的那个拍摄 可是这个节奏必须在我们的脑海里 所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隐形的鼓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四个人同时是鼓 也是旋律乐器 我们也是一个和声乐器 比如说 比如说这样子好了 那我们四个人可能心里就是要 虽然我们不用唱出来 但是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一个回馈 就是会有一个律动感 当我们这个律动感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音乐听起来就是会很舒服 完善四度以四位多元风格的音乐家组成 他们也是作曲家 至今发行三张全创作专辑 更为许多不同编制的合作团队改编乐曲 他们勇于挑战 演奏以爵士乐为核心概念 旁极流行摇滚拉丁民谣等各式元素的弦乐曲 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 然后我想要学极星 然后我自己本身对极星很有兴趣 然后我就去四竹空上课 然后我第一个的极星弦乐班 就是伟俊老师的班 然后他就讲说 就是我 就是想要组一个 弦乐四重奏 看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我当初就觉得 假如能够跟伟俊一起玩音乐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加入了这个完全四度之后 太多事情都是从 跟他们一起团练的过程里面 开始打开我新的视野 就包括第二小提琴要做的事情 跟我以前曾经认知的观念都不太一样 对 一般的string quartet可能第二小提琴 就是跟第一小提琴 做旋律上和声上的搭配比较多 旋律线上面的东西比较多 可是完全四度的第二小提琴 可能要做节奏 可能要做和声 他可能还有自己要有 读咒的部分 然后加上有集星的部分 所以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容易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加油 2015年他们的录音作品 获得四项金曲奖入围 最佳专辑 最佳专辑制作人 最佳作曲人 最佳演奏录音专辑 一项诚意金曲奖入围 以及两次金鹰奖得奖的殊荣 给他们莫大的肯定 凭着初心持续携手相伴这条路 我当初听到爵士乐的那个感动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种魔法 这是一种魔术 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 没有乐谱的音乐家 然后他可以流畅地弹出那么多音乐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魔法 那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哇 好奇妙哦 我要 我想要这个东西 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要那个音乐 从我身上发出来 我要我脑海中的音乐 通过我的手指呈现出来 当然跟完全工作一起演出 一起练团的时候 还是会有很 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巨大的压力 因为其实这对我来说 都是很新的东西 可是我在吸收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知道我会成长 而且我会成长成 我自己更喜欢的样子的时候 这样子的期待跟自信 它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能量 它是一个很正向的能量 它让我知道说今天我跟这群人 只要能够在那个节奏上面 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满足 我们有着古典乐的外表 但其实我们可能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玩各种音乐 类型的一个乐团 我们不会受到任何音乐风格的限制 活泼多变的演奏带有即兴成分 结合创作者自身理念 传递喜悦 为哀乐者开创聆听音乐的新享受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以及中佳新闻YouTube做订阅 就能够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分享感谢收看 我是林立如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